爸爸并重收了30万彩礼把我嫁出去,弟弟结婚又想找我婆婆要20万。 我是一名结婚俩年的女人叫小雨,今年才23岁,已经是一个俩岁孩子的妈了,每次看见孩子在我面前玩闹我都觉得自己还没长大,想起当初那样仓促的结婚我至今都觉得那是一场梦。 20岁那年父亲生了疾病,家里实在没钱供我读大学了,于是刚考上大学的我就这样出了学。 因为家里穷困,实在拿不出父亲治病的钱,于是父母就商量把我嫁出去换一笔钱给父亲交住院费,剩下的钱给弟弟留着上学。 听到这样的结果我自然是不同意的,可是妞不过母亲苦苦哀求,我只能默认,于是父母很快地订出了30万彩礼钱的天价,我想这么高的价格是不会有人啃出的,没想到每两天媒婆就找上门了, 说县城里面有户人家愿意出这笔彩礼钱,只是要我尽快嫁过去。 我父母十分欣喜地答应了,他们从未替我考虑过我未来丈夫的人品长相如何,他们现在眼里只看得到钱。 后来就在媒婆上门后的一个月后,我就嫁到了城里的那户人家,说是嫁人其实就是人家带来30万现金给我父母,然后把我领上车,我连一件新衣服都没穿,一个席字都没贴,我就这样上了车,这就是我的婚礼。 到城里我就和一个身体虚弱的30多岁的男人去领了证,领证那会儿我才第一次看见我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样子,不过我一直不愿承认她是我丈夫。 她很瘦很瘦很瘦,身体似乎很不好,一直在咳嗽,走路都需要别人扶着,那一刻我想逃但是无处可逃,我们家连彩礼钱都收了我能怎么办。 照了乡领了证她就被人扶走了,而我被我婆婆接回了家,新家如想象中的那样很豪华,是一栋小别墅,婆婆对我很和蔼,只是我还是忍不住回想那个男人的样子。 后来几天从婆婆的口中我得知她得了重病,需要一个女人来为她们家传宗接待,于是我就去医院做了手术怀了孕,十月后我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,婆婆很是高兴,还给了我不少首饰财物,孩子出生后不久那个男人就走了。 婆婆很伤心,但因为孙子的缘故她很快就从悲伤中走出来了,我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平淡的过下去了,没想到上一个月我爸妈带着我弟弟来了。 她们一来就开口要二十万,说那是我弟弟结婚用个彩礼钱,家里没钱给我弟弟结婚了,听她们话里的意思到时候结婚半九席的钱也要我们出。 听到这里我婆婆什么都没说让人把她们赶走了,说当初那三十万已经算是买断了我和她们的关系,现在我已经是婆婆家的人了,不会再给她们一分钱。 听到这里她们却在门口大骂我没心没肺,是个白眼狼,她们白养我这么多年了,还说她们要去告我不赡养老人。 在房子里听到这些话的我真的很难过,她们把我推入这样的深渊还想从我身上榨出每一分血肉,她们怎么这么狠心?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,要是她们真的去法院告我,法院会判我赡养她们吗?